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舅 让我 我叫朱哲 三十二岁 尚服国际酒店房屋部经理 小舅 你安抚好客人 让服务员准备过牌 我已经再来的路程 及时处理投诉 与客人建立友好关系 是我当前工作至关重要的一点 不好意思 崔先生 我来晚了 您先吃点水果 消消气 你又是哪位 我是房屋部经理朱哲 专程过来给您道歉的 很抱歉让您产生了不愉快的入住体验 所有给您带来的不便 我们深诚地释欠 您有什么需求 我会立刻向我们总监汇报申请 一定做到令您满意为止 就是您也做不了主呗 你上面还有人 那到底是谁 谁能给我个说法 关于毛巾的事情 您听我给您解释 解释是现在这个环节里的 最没必要的 五星级酒店 是分不清毛巾和抹布的区别吗 实在抱歉 崔先生 是我们的错 关于毛巾的事情 以前我们酒店也确实没有 遇到过 巧了 我也没遇到过 但是我留证了 看见了 不需要 不需要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也不会找任何借口 您的投诉也是在督促我们 提高服务水准 这样 为了表达歉意 我立刻给您升级房间 崔先生 这边是洗手间 您过来看一下 崔先生 其实我们的毛巾呢 在服务员打扫卫生的时候 都是每日一换的 而且这些毛巾 都是要经过五道消毒工序 通过批准才可以拿到房间里来 所以绝对不可能出现 重复利用的可能性 当然 无论这些毛巾再怎么干净 也不应该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顺手擦水台 我才不应该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我再次向您道歉 也向您保证 一定会严肃处理相关人员 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还有我注意到您这边 没有预定早餐 给您准备了几张早餐券 以及楼下斯巴馆的现金券 您在工作之余呢 可以去楼下做一个斯巴 放松一下心情 这家斯巴馆的社会评价 还是不错的 你要是用她这种态度跟我解释 问题不就早就解决了吗 瞎耽误功夫 不好意思 也希望您在接下来入住的几天 继续监督我们的工作 您有任何不满意 可以随时打我的电话 我一定第一时间解决 这是我的名片 我理解你怎么每次做事 准毛说你都准备了 出披露不是一丝两次吗 这是能全怪我吗 老张自行驾了 这些全楼就我一个人 我这一个人收拾几十个房间 前台一直催一直催的 那是我能顾得上吗 你们继续做领导的 也应该理解理解吧 我理解你是理解我的 那这些酒店每次出现 都是我给客人陪效力 出了事 我不找你 找谁呀 你们两个 要不酒店门口出去 李姐 我知道你很辛苦 咱们酒店服务员 每天的工作量 我都是看在眼里的 但酒店有酒店的规矩 你确实是被投诉了 而且是因为 自己的失误造成的 按照酒店的规矩 今天的工资我要扣掉 什么呀 但鉴于你平时的表现 这个月我特批你一天假 带新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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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听你的 朱经理 往上去吧 谢谢朱经理 朱经理 朱经理这种人 其实他根本没必要 没必要什么 他走了他的活 你替他干吗 现在招工多不容易 你不清楚吗 还有 客人骂你两句 你就要顶回去啊 客人最在乎的是什么 是你立刻表明诚意 平时都白培训了 这个星期奖金没了 拜拜 拜拜 明天见 拜拜 明天见 朱经理您放心 专利的事 我们三个一直在积极地推进 一定可以按时按成的 我就知道你们三个靠谱 做差不多了 抄送我一份啊 我 行了 没什么事下班吧 我先走了 我 于初辉 上交大光学工程专业毕业 是男心术困的一名助理工程师 别人都羡慕我能端着铁饭碗 但我吃着 一点也不像 怎么样 于初辉 要问他专利的事是吧 走 还以为朱群丽这次能改改 没想到还这样 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软利是咱们做的 凭什么每次都是他署名 那署名也就罢了 奖金一毛钱都不分给咱们 说白了我们就是炮灰 那有什么办法 他是领导 咱们能怎么办 那也不能当炮灰啊 你想想 咱们这种公司 除了奖金怎么赚钱 咱俩房租都快交不起了 你怎么生活 那要不你辞职吧 陈朝生你故意刺激我是吧 我这不是和你商量办法呢吗 我这不是也在跟你商量吗 那你 你要生气你去找朱群丽是吧 好了 两位 领导还没开始整咱们 你们就从内部开始挖井了 还怎么移植对外啊 那 那你说怎么办 朱群丽能管得了咱们 就一定有人能管得了她 跟她叫这亲干吗 居县就过 你的意思是月季长宝 你的意思是月季长宝 主编 做了 你稿子写完了 写完了 已经发到您邮箱了 挺快啊 主要是您的密题好 我一看完就灵感爆棚 继续 主编 我觉得我们不能为了娱乐而娱乐 而应该告诉大家 娱乐背后是一种文化现象 是有很深的哲学意义的 就比如小说改变漫画这个专题 我们不仅要从娱乐性上走 而且要对这种现象进入深入的探讨 我们通过这个专题可以让大家知道 这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 更是一种文化现象 是对当今社会有很深的认知的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文章 来调动大家的审美 唤起大家的改变意识 这可是一件很有社会价值的事情 也是我一直很想做的 主编 你的思想挺深邃啊 可为什么我们公众号上 你的文章的阅读量 永远是倒数第一呢 小和 我们发布文章 是需要阅读量才有收入的 观众喜欢看什么你就写什么 这里不需要你引导谁教育谁 那怎么行啊 这个东西都是要传递一些思想和理念的嘛 传递给谁 谁的思想谁的理念 你的 何敏洪 如果你想要得到大众的认可 那么前提你现在应该是已经功成名就了 到时候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你想写什么都有人看 可现在呢 你看看你写的那是什么东西 我们只要阅读量 我只要阅读量 阅读量 阅读量你知道吗 你说说看 我们这些握笔杆子的 为什么只能当个摇旗浪海的从动作 却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念和想法 这文学不就是百花齐放百家真名吗 我们这些文学工作者 就应该有自己的观点 我们是要引导大众审美的 我们可是对社会有义务的 你说是不是 男的城市我们人为言轻 凡事不必相同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别人说什么 我们怎么写就行了 这种被这初衷的事 你干得出来啊 这对我来说只是份工作 我来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赚钱啊 我叫何命红 今年二十四岁 毕业后便进入镇雅传媒 变身小玩爱一枚 我不愿意一边梦想绿远方的田野 一边奔波眼前的苟浅 朱姐 何命红 我就快到欢乐送了 我先打伞 等你们哦 我下班了 我现在马上过来 你们先收拾自己的房间 等我到了以后呢 再收拾公共区域 一带他们的友谊 我先打支 你的载子 他就会拾乎 他就会拾护 当我出现的 可能连续 你开拾我 他就会变是 他的语言 这种类的 谁就会拾你 原来准备小 他就会被拾我 把辣植你 云往哪里飘 心跳糊糊通通 烦恼化痴好 啦啦啦啦 I do the sun 啦啦啦啦 热散了木 我来啦 路过了飞鸟 雨手细细沥 彩虹上烂腰 啦啦啦啦 阿淑 母后 来了 快帮我个忙 咱们仨 把这个推进去 好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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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姐 你教学我们吧 我们来 加油啊 快 走啊 朋友吗 可以 我叫叶珍珍 学生化的 是生物中心的一名副研究员 主攻生命科学 经非科学研究表明 保持开心的好办法便是 日行一善 我叫叶珍珍 来 打扫得差不多了 就差卫生间了 今天都亏了洪洪啊 你要是不买那个拖把 咱们仨只能像衣袖贵一样 拖地了 站 以后我们都住在一起 不用那么客气 对了 朱姐 阿初 我跟你们商量件事吧 就是这个房子不是南北通透的 抽油烟机也是坏的 以后啊 我们除了减餐以外 这大油大烟的饭 就不要在房子里做了 好不好 好 反正我上班的时候都管饭 平时做饭的几率也小 我不会做饭 不太用的放煤气 那我明天拿回来一个表格 咱们三个每两天轮流打扫一次 公共卫生 周日的时候一起打扫 好 那我来负责记录 我们每个月的水电煤气 然后按照季度 咱们对照一下AE分照 行 可以 还有还有 还有 就是咱们这儿只有一个厕所 以后我们还是合理地安排 上厕所的使用时间 最好每个人不超过五分钟 不然等的话太久了 还有如果上厕所想要玩手机什么的 就订个闹钟吧 我上班早 起得也早 一定会提前用完洗手间的 那这样最好了 打扫完赶紧去吃饭 来 彭彭 你帮我把八四拿一下 嗯 我有酒精你要给他住家 双管齐下可以更干净 好像这两个不能混在一起用 会产生氯气 那可是剧毒啊 那个 严格来讲其实不会 你们好 我叫叶珍珍 是你们的邻居 住在2203 是这样的 八四的主要成分呢 是次氯酸钠跟酒精的主要成分 以纯反应会生成乙醛 理论上讲呢 乙醛有可能会被八四里面 过量的次氯酸钠 氧化成乙酸 甚至发生滤方反应 生成所谓的氯气等等 但是呢为了稳定次氯酸根 八四消毒液里面呢 有可能会添加少量的氢氧化钠 成强碱性 在强碱性的环境下 氯气呢就不会跑出来了 但是这两种溶剂 依然不建议一起使用 因为会降低消毒效果 甚至会产生一些有机氯化物 珍珍是吧 快进来 谢谢你啊 给我们来的场免费的科普 日行一善 当好这些也属于我的专业范畴 所以懂那么一点 那冒昧地问一句 您是什么工作啊 生化专业副研究员 科学家 准科学家 你好 我叫朱哲 两个集字的哲 我在酒店做房屋部经理 原来这个字读哲呀 我一直默默地秀才十字读半边呢 朱姐是两个集 真真是哪个真啊 草字头下面一个秦朝的秦 草木茂盛的意思 桃枝夭夭其夜真真 李桃花开飞真宴 折折聪慧不等线 都是好名字 我叫何敏洪 人远卑天敏人之怀的敏 艳雀安之洪湖之至的洪 我就是个小携手 文学编辑是我的下一个目标 红红你好 你好 你好 我叫余淑辉 想念阿初 不用多问 就是烂打经理三个字 阿初 你好 珍珍你好 既然第一次见面的话 作为东道主的我 一会儿请大家吃个饭 在这儿住了两个月的优势 就是知道哪家馆子最好吃 行啊 正好我们也想一起出去吃饭 不过请客就算了吧 大家最好还是AA吧 我们初次见面 稍微保持点距离感 美感会倍增 我同意AA 我们大家都不熟 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 很有必要 好 那我们一会儿见 嗯 人还挺多的嘛 看来味道已经不错 要不然 你们先去点餐 我和吉吉去站座位 等点好了我们再换 你刚才叫什么 吉吉 吉祥如意啊 你还真是个秀才啊 还夸我吗 你干什么呢 谁啊 你谁 别在这儿装 怎么了 你刚才拿手机偷拍我的朋友 把手机给我拿出来 我警告你别在这儿瞎说啊 你凭什么说我偷拍的 我拍你哪儿了 你今天不把手机拿出来 把照片删了 我现在就报警 你信不信 给我 你还真别拿警察吓唬我 你自己朋友都没说是吗 你在这儿胡咬蛮缠是吧 我拍你了吗 我拍你了吗 何敏鸿 你别怕 你怎么还走呢 我站住 靳远先生 既然刚才有人指控你偷拍 你就应该配合我们 证明你的清白 他俩在诬陷我 我凭什么配合你呢 你说得对 我没权利让你配合 警察有吧 既然双方各职一次 那报警吧 调监控 这样公平吧 事情 事情没搞清楚之前 你哪儿都别想去 浩浩 报警 我不确定他了 我来报警 你们想看手机是吧 行 我让你们检查 给 拿着 拿着 来 你别跑 抓住房了 抓住房了 站住 拿出去 抓住房了 抓住房了 我说你们没完了是吧 你偷拍还有理了 拿出来 我说没拍就是没拍 我请问你们啊 别多乱闲事 你给我让开 让开 让开 手机拿出来 手机拿出来 这事都行 拿来 报警 好 atau 给我 怎么拆过呢 附近 有找了 как 我会round 如此 有些人des 為oke 医生 就是 我哪儿 怎么也得请她吃顿饭吧 对啊 我应该要联系方式的 别追了 说不定过几天可以看见她的 珍珍 你认识她 她是我们的邻居 祝二二零一 我是一位 小刘 走 你们不明的咖啡 谢谢啊 没事 走 走 走 给你的 老样子 无糖黑咖 不用了吧 太客气了 没事 我这儿躲着呢 管够 李启行 魏总 我让你买咖啡送到会议室 你送到人事部来了 您这话说的 我刚准备送会议室了 我跟你说啊 工作的时候你要上点心 要不要我给李勋打电话 姐 您别给我爸打电话 工作上市我绝不含糊 您下周去北京机票 我帮您订好了 我跟我爸说了 到时候我帮您安排 行 我帮您打电话 赶紧干会儿吧 好嘞 卢西 咖啡趁热喝 好 周末要是没事的话 咱一块儿去打拳呗 好呀 周末见 我不要我 我不要帮您的 姐姐 一波明天见 拜拜 明天见 这次的实验结果不错啊 验证了之前的假设 看来这两天没白熬 周末放假 不加班了 谢谢小师傅 太好了 有小师傅这么体贴的领导 我真是越来越热爱工作了 行 那你把实验报告写一下 晚上我检查 今天就大量了 等见 小师傅 有什么 呀 有什么 的 真真 你干什么呢 我看一下这个灯泡 时间用得太长了 总是感觉 走廊里面不够亮 换一个 谢谢你啊 给大家做了一件大好事 日行一晒 真真 我爱弄 我也爱弄 看在能爱我的份上呢 我心已软 收留下来 有你这个 没得没朋友的人做朋友 你要万分珍惜我哦 珍珍 你私自换灯泡的话 物业会不会不同意啊 毕竟这是公共区域 如果你的电力 不符合它们标准的话 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楼道里用的呢 是白尺灯 废电 寿命又短 而我换的呢 是LED灯 省电 明亮 用耐用 珍珍 谢谢你考虑了这么周到 以后啊 我就可以在楼道里 美美地练舞了 没想到李公女 还有如此潜质啊 那是 年少就有舞蹈梦 为霸权家长压制 也没有放弃 容易吗我 就像我们这种 多才多艺的小家伙 我上学那会儿 真傻得可以 珠姐 你说的多才多艺 是指在现代 我要是搁在民国呀 我这样的 就只能做个交集花了 真傻 珍珍 一会儿我在楼梯间里面熬牛肉酱 你感不感兴趣啊 真的 老干妈那种 比那个料更足 求透湿啊 行啊 没问题 我现在越来越庆幸 我爸妈买了这里的房子 我听说你回国也没多久 那工作时间也不长 也没结婚 购房资格 我呢 是作为留学回国人员办的 上海的户籍 不过呀 当然了 还是要靠我爸 削尖了脑袋替我运作 你 你出国留学 是为了办户口啊 你太禽兽了 我爸妈的想法 被你猜得透透了 这样不是影响公平竞争吗 来来来 让我们欢迎何老师 道德大奖同正式开奖 第二都给你投出来了 珍珍这么做 影响了公平竞争 真不是嘛 要是那些符合积分落户的人才知道 出国留几年学 就能回来落户的话 他们该多受刺激啊 也没有那么简单 珍珍说她出国留学 可以回来办户口 并不意味着她出国留学 只是为了回来办户口 还有 我亲眼看见珍珍自掏腰包 给我们换灯泡 你看见了 不说帮忙也就罢了 还在这儿翘着兰花纸 谴责她的三归 我哪有翘兰花纸说了 你这不就翘兰花纸了 好了好了 别吵了 别吵了 你们这儿 这里晚上太暗了 我换个灯泡 挺好的 方便大家了 那一天的事情谢谢你啊 我一直在想该怎么感谢你 你今晚有时间吗 我请你吃饭吧 不用了 我平时吃得少 基本是结实 那我写封感谢信到你们公司 真的不用了 举手之拉而已 不用太客气 那天在派出所 你走得太匆忙了 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一下呢 我记得你叫方志恒 齐留雨雨接车息 杂肚痕雨方志 叫我Lucy就行了 Lucy 你好 我叫何敏洪 人远悲天敏 人之怀 人远悲天敏 别敏的敏 我也能哼 我 阿初 这位是珍珍 这位是朱姐 Lucy啊 我职业病得想得好了Lucy奶奶 是目前所知 人类最早的祖宗 那我以后可以这么介绍自己 Lucy奶奶 你腿长得真好看 又长又直 你该不会是个运动员吧 金融打工美 你们有搞金融了吗 以后可以多交流交流 朱姐是做酒店的 阿初是助理工程师 甄甄是科学家 甄科学家 我就是个小携手 除了金融专业 看你身手 有点像那个练家子 我练MMA 比较接近时针 我可以去看一下吗 女孩子在外面 总是要学会保护自己的 方便吗 没问题啊 我其实现在正要去 然后这家也不是很远 不过没有直达的公交车 可能我们要骑一下公交单车 我有车 我给你当司机 好呀 阿初 你也一起去吧 综合格斗 听起来不错 我去不了 我还得去兼职 打工人打工魂 你们去吧 我 我可以去看看吗 之前的事情之后 我觉得我有必要去增强一下 自我的保护能力了 可以吗 当然了 人多好起后嘛 你在B1等我吧 行 我下去等着 一会儿见 朱姐 我先出门了 早点回来啊 注意安全 好 哎呀 世界总算是亲家 何必呢 她心地不坏 这小男人啊 谁的奏都会跳 好像在她眼里 咱们没一个三观是正的 她以为我不知道啊 她背后偷偷把我定性 成一个交际花儿 既然她先黑我了 那就别怪我以后 有理没理 带着机会去骂她 凭她再有一笔利落文字 这儿嘴皮子没我留 就得给我团着 你怎么知道 她说你是交际花的 那天我觉得无聊 就刷朋友圈 一下子就看见 她去了拐弯 刺我的那条 我立马点赞回来啊 估计她觉得心虚 就给删了 有议论我的吗 疑似是这条 时间正好是我们第一天 来花团送小区看房的那天 也被她给删了 这是我有先见之明 留下的截图 这网上能收回到的 跟本人真不太一样 是啊 她现在朋友圈也设置成 三天可见了 一看就是自己觉得理亏 妈呀 来不及了 我得去换衣服 待会儿要去不到事 朱姐下午见啊 我怎么老换过来 露西 你坐副驾驶吧 给我指个路 没问题 好车啊 赫尔代啊 又被定性了 赶紧上车吧 系好安全带啊 安全地 好车啊 赫尔代啊 又被定性了 真真 你真一点都不像科学家 我偶像 严一郑教授 也不像个科学家呀 不到三十岁就当教授了 我当时听了 严教授的一个讲座呢 就狗血沸腾地酝酿着 跟着偶像改了专业 考硕士的时候呢 就考到了生化专业 微信昵称呢 也是跟着偶像的姓 叫严正义 算是向偶像致敬吧 严急正义 那你这向偶像致敬 也不说得正经一点 我相信我的偶像 就喜欢我这种 不正经的致敬 那我要戳穿你 你的目的呢 就是要告诉大家 你是个大美女 我这司马昭之心 这么明显的嘛 我又不瞎 这都多久了还不来 你确定情报准确吗 急什么 我们约好了这 我当然不着急了 又不是我追妹子 但是我没想到 为了一个小人士 你能这么上心 人家是资深HR 别一口一个小人士 一口一个小人士 这就开始护着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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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就开始护着她了 来 紫禅 朱西 来了 你来这么早 没有 我们刚到 对 刚到五十分钟吧 但是为了等几位美女 值得 她们是我的邻居 今天来体验一下 你好 我叫李七星 朱西的好朋友 这位是同事小黄 嗨 我叫叶珍珍 这位是何美红 那我先去护下衣服 我们就来参观一下 好 露西 露西 今天有空的话 要不要去对抗一下 最近练了那么久 基础训练我的玩腻了 你要跟我对抗训练 可以啊 那我接换衣服 怎么啦 怎么了 我马上过来 王总监在吗 行了 你没有通知他 等我到了以后再说 练习开门算 大飞 了 二 二 三 二 二 二 四 二 二 二 你都不知道 我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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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走 我再走 你再走 我再走 我再走 你 兄弟你行不行啊 这还不到一分钟 你怎么就虚了 你太虚了吧你 你别丢人啊快上 这两个人明显 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露西还没进攻呢 这也太帅了吧 快 上 起枪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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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撑住 撑住起枪 加油 来 看 撑住 来 加油 起 露西 放 别打了 根本就不是对手 好的 到一个 laude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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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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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七 三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抬手 四 二 三 四 我记得 吐气 好吧 我来看看啊 谁没好好做 来 把脚并拢 往下 往下勾 朝地 对 把手给老师 来 吸气 吐气 好 好 好 真棒 我们再偷偷来一遍好不好 来 真棒 来啦 脚手手放在腿上 好 五 六 七 打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怎么样 感觉 刚才看你的训练 我觉得这个项目几乎接近实战 非常适合女孩子防身 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 学这个一定离不开教练 还得和其他学院协调时间 像我这种钻技实验室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的 肯定会经常爽远 所以只能选择继续长跑 何敏鸿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我反应慢一排 这要练这个 估计就是挨打的份吧 那一起吃个饭 我一会儿还有事 咱们改天约吧 露西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当然没事 行 下回见 要不我送你吧 不用了 我们三个都约好了 那我送你们三个 我说了不用了 拜拜 哎呀 一会儿我带你去吃一家 我之前一直去吃的台国餐厅 东荫公汤可好吃了 还有那个绿咖喱 好吃得不得了 真正 你看 真正 你不觉得露西这个人很奇怪吗 她一面对那个帅哥若急若离 这一面有个老大哥来接她 难道她 天儿 道不同 不妨碍和平相处的 可是我怕她 我在她面前都不敢多说几句话 这种复杂的人 我决定还是离远一点 你跟她和平共处吧 毕竟是邻居嘛 何为贵 我做不到 我这爱尊分明都写脸上了 你可真耿耻 不过真正 今天早上是我口不择言 对不起 那个你说得也没错 只不过呢 你这慢一拍 遇上阿出的胯一拍 注定是丢科学家 不过你浑身外挂 还真是招人恨了 重点是我还颜值不高 就比我高一点点吧 只是高一点嘛 好了好了 别哭了啊 喂 姐姐 珍珍 要请你这个科学家帮我忙了 事情呢是这样的 我们有一个客人指控我们服务员小姑娘 故意损坏她行李箱上的锁 我们工程部的同事过去检查发现 那个锁好像是被什么透明的浇水给封住了 指控的事先放一遍 重点是现在开锁放在第一位 可是工程部的人无计可施 我明白了 但是现在不确定是什么浇水 所以需要尝试各种的有机溶剂 你们酒店现在最容易得到的是香浇水了 工程部应该有 还有就是女士用的席加水 高中低档都可以试试 但是我觉得低档含油丙酮 效果可能会更好 其他更有效的溶剂应该都在实验室了 但是我得等到朱一上班以后了 我可以处理 谢谢珍珍 打扰你了 小沈 去找我们部门的姑娘们借西架水 多多衣衫 好 老丁准备一些香蕉水 好 你们两个 跟我去客房找客人 朱经理 那个客人明显是使坏 他感觉是自己把药汁弄坏了 然后故意报复 那天他在洗手间里对我动手动脚的 然后被我大马桶刷打回去了 我怕客人见了我会 有这事你为什么不早说呀 不是说了没用吗 这种事除非是造成伤害 否则即使报警也没用 谁说没用 你们俩跟我去监控室 查一下之前的录像 把整件事情重新捋一下 晓月下课了啊 嗯 那个 王老师今天有事来不了了 你记得上一级好不好 老江湖就记 马上就要上课了好不好 可王老师教的是中级吧 您觉得我 没问题的你 你看啊 这个启蒙班啊 你都上了那么久了 你经验很丰富的 我相信你 只要加长班就行好不好 走走走走走 咱们再活动活动 马上就上课了啊 来来来宝贝 新的身份还适应吧 没被人认出来吧 还不错 公司里面 没有人怀疑我的身份 然后你帮我租的房子 邻居都是很可爱的女孩子 谢谢你啊 跟我客气什么呀 但是 为了你那个破事这也太 我给我给我给 不说了不说了 那我再啰嗦一句吧 我表妹虽然不是名人 但你还是有 被认出船帮的可能 风险太大 我手里要什么没什么 只能赌吗 这句话如果换了别人说 那就是 我手里要什么没什么 我赔不起我也输不起 我怎么敢赌 你没有必要废去堵 你可以试试别的办法 让我帮你吗 我可以帮你 让我帮你好不好 真不用 真不用 好吧好吧好吧 我不干涉你 但是你答应过我 真言试完了之后 要来帮我 那是可以考虑一下 想吃什么 这样吃的不错 不吃了 我要回家煮鸡羞肉去 多难吃 活得真累 做人好难哪 性骚扰 周经理啊 其实这种事情很难说清楚 双方各执一词 真假难辨 即使说当时服务员没有胡说 可是当时他没有取证啊 客人很容易就能倒打一耙 翻果为因 反过来指控咱们酒店管理混乱 服务员故意往他的行李箱的钥匙红里面注交 服务员由于担心受处罚 便诬陷客人 你说到那时候 你该怎么解释啊 关键是如果这件事情捅出去了 你觉得舆论会站在哪一边 民众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 最痛恨的就是电打气客 恰好咱们酒店集团就是大店 到那时候 酒店真的就是臭名远扬了 我刚才跟客人的会谈全程录像 录像是得到客人口头允许的 他提出在酒店受到恶意伤害 要求免除他与其同伴二十八天的房费 以及计账的餐饮费 否则的话他有的是办法 把这件事情捅到网上去肆意发酵 我能猜到 所以我就说嘛 这样的人既然已经开口 必然做好了万全准备 可我还是想请王总监同意 我试试我的办法 如果我们这件事情还会处理的话 不仅酒店也会蒙受不菲地损失 当事服务员也会受到严重的经济处罚 如果那个服务员真的受到了骚扰 一个本身就委屈的人还要蒙冤 那客人这是要逼死小姑娘吗 那小姑娘才二十出头呀 要是又被侮辱又被酒店扣钱 那她这一辈子的信念就毁于一旦了 那其他服务员看着也会心寒 这年头招工这么难 我为了稳定我的队伍 也不能无所作为啊 虽然你说得没错啊 但是这种风险 酒店承担不起 这个客人身后的签约公司 每年在咱们酒店集团的消费有多少 你心里很清楚 一个服务员和签约客户孰亲孰众 以及如果你失去了这名签约客户 会如何撼动你来之不易的经理宝座 你心里要好胜掂量 王总 您别吓我呀 所以呢 你回去要妥善处理这件事情 客户的锁一定要开 客户不合理的要求必须拒绝 客户身后的签约公司 不许得罪 明白了 说白了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呗 王总 您千万帮我坐镇啊 要是闷的话 王楚华帮我签一张加班申请单 等我处理完回来 算是对我的奖励 朱经理 麻烦你端庄一点 行了 那我去了 好 媛媛 你带上几个人趁客人退房还没离开酒店 去客人房间挖地三尺 也要把证据给我找出来 记得一定要戴上白手套 床垫子也不要放过 掀起来仔细地检查一遍 顺便把卫生打扫出来 破案电视剧看过吧 保护指纹全程录像 一旦发现任何可疑物品 你先拍照片发微信给我 去吧 明白 你们几个跟例行打扫卫生一样 把酒店大楼东侧每一寸土地 仔仔细细地找一遍 发现任何可疑的瓶瓶怪怪 尤其是浇水瓶之类的 立刻发照片给我 出发吧 你在这儿等一下 小周 走了 先生您这边请 那我来这儿什么意思 给您开箱子呀 箱子开不开它重要吗 我就问你它重要吗 我就要你们一个态度 怎么处理这个服务员 怎么给我赔偿 先生您稍安勿躁 正是因为涉及到赔偿 上级要求我们 务必要当面打开这个箱子 确认里面的东西 是不是有丢失或者损坏 如果有的话 我们一定招架赔偿 也请您放心 在开箱过程中呢 箱子如果遇到了什么损坏 我们也会招架赔偿的 至于服务员的事 我们已经着手处理了 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案 我就给半小时 你们自己看着办 您这边请 这个辣椅好 颜听不如尽 为了朱姐 少吃一团中饭 不要紧 我们让季宝宝家备买单 要吃好的 大餐 姐姐 你们怎么过来了 这个是我问有机所同学讨来的 四种最常用的有机溶剂 时间使用的效果会更好 还害你俩可以跑一趟 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俩 那你给我们来个 吉保四方牛肉酱 行 吃瓜群众谢谢珍珍 等一下 老天你让一下让她来 我来看一下 别动 别动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做实验还开箱子 当然是开箱子了 我就奇得怪了 开个箱子 有那么麻烦吗 那不行就把它砸开 先生 你别生气 我跟您解释 我们酒店有规定 不能暴力拆箱 但是我们这个设计呢 你给我兜圈子是吧 这么着 我自己把它砸开 不要你们赔 不用砸 这个箱子我五分钟 就能够打开 琪琪给我五分钟行吗 那行 就五分钟 您坐下来等一下吧 五分钟 好 开吧 珍珍 你慢慢开不着急 别损坏了我们客人的箱子 你放心吧 这个对于我来说呢 是小案子 给我证据点时间 给我证据点时间 这个箱子 我得换个地方才能打开啊 不是 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换个地方 我戴的设计里面有丙铜 丙铜有毒液挥发 所以呢 我必须到空气流通出左眼 我还要戴上防护眼镜 但是因为我这次用的量不多 所以防护服之类的 我就不穿了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请各位务必戴在屋里 不要使用打火器之类的东西 好 她谁啊 她是我们请来的科学家 我给您介绍一下 叶珍珍女士 副研究员 特意请来给您开箱子的 我给您搬把椅子 您在远处看着 行不行 那要不这样 让叶珍珍女士在通风处操作 我给您搬把椅子 您在远处看着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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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侯你帮我把箱子拿过来吧 我帮你拿 谢谢 这个设计有规发作用 我不给信号 大家千万不要过来 一面无息 我帮你把箱子拿过来 这科学家就是帅啊 不好意思 没事 没事 加速 有消息立刻回复 我帮你把箱子拿过来 我帮你帮我把箱子拿过来 我帮你把箱子拿过来 去照顾 我帮你把箱子拿进去 等什么呀 接着开啊 需要五分钟的时间 真够默契的 你以为你拆弹呢 找到了 行了 那我继续开第二个了 我说考学家 你这不能两个一起开 朱经理 我们在床垫下面 找到了这个白色塑料瓶子 上面写的是502 下面是过程照片 全程都有录像 把东西拿到我这儿来 小水 经理 让外面四个找证据的人 都可以收工了 好 老丁 看住他 这个先生 你们要看什么 什么意思 可以收工了 先生 这瓶五零二胶 就是从你的床垫跟床板之间 搜出来的 别逗 这瓶五零二胶 就在我房间发现的 就能证明是我的吗 那之前在我房间住的客人多了去了 你怎么不查他们呢 查 当然要查 我们复原取证的时候 全程佩戴手套 相信提取指纹很容易 我是带过这瓶胶水 那是我用来沾鞋的 有问题吗 那也不能证明 这个箱子 琢瓶里的胶水 就是这个瓶子里的吧 再说了 这个胶水 也不能跟人一样 能用指纹证明 那自己就是自己啊 小猪 不是我说你 说话要负点责任 你现在没有任何证据 你就把所有的责任往我身上推 这是污蔑你知道吗 还有你们酒店 出了状况 不第一时间查找自己的问题 把所有的责任往客人身上推 这就是你们酒店处理问题的解决方式吗 我就奇了怪了 我是哪儿得罪你们了 你们这么诬陷我 我跟你说 这个事没完的 我要申诉 我要曝光的 巧了 胶水这种化合物呢 虽然精细 但也不过是一种简单 甚至初级的化工制品 纯品灌装的胶水呢 还真的跟人一样 有自己的指纹 因为在制造之后 生产灌装的时候 每个不同的瓶子 都会混进不同的杂质 这些杂质呢 也会混在胶水中 所以只要对比锁孔里 胶水中的杂质 是否和瓶中残留的杂质 一致就可以了 这实验很简单的 我都可以 相信警方肯定更专业 等警察来就行了 保安 通知安律师报警 好的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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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这样 既然箱子已经打开了 谁都没损失 是 大家绝大欢喜 我还有事吗 我不欢喜 被你诬陷的小姑娘 更不欢喜 不是 朱经理 别动不动求报警 把警察叔叔给怪忙的 我呀 给大家开了个玩笑 这可不是开玩笑 你这是敲诈 勒索 未遂 相信警察听了证词以后 一定很愿意提取质问 你也一定会被刘暗迪的 朱经理 姐也不是我 留着你的话 跟警察说去吧 谢谢你们 我真没想到你们还亲自跑一趟 主要是珍珍 不是我 都是自己人 都是邻居 你那么客气干什么 珍珍听完你的电话之后啊 非常担心你 她说呢 这化学专业也不是你的专业 所以她就在同事群员发了SOS 没想到 真的有人在实验室里憋论文呢 她就拉着我去寸容机了 谢谢你啊 珍珍 我刚刚差点被她唬住了 幸亏有你 其实刚才那些是我编的 你编的 胶水的确是一种精细的化工制品 但是我也不能够确定 能不能检测出这两部分的胶水 来自同一个瓶子 但是那个客人呢 胡搅满缠一看就没练 所以呢 我就瞎编了几句 唬了那个人一下 珍珍 你可是科学家呀 这种事 来当目的就好了嘛 你们也看到了 我没有愿望她呀 珍珍 你帮了我们复原小姑娘 一个大忙 那这么说 我今天又做了一件好事了呗 大好事 日新一善 完成 佛经理 咱们在里面呢 好 里面 那你们俩先回去吧 我要处理一下后面的事 行 走吧 走吧 不打扰了 不打扰你做事 拜拜 珠姐 拜拜 拜拜 我觉得客人在交死行李箱锁控之前呢 肯定还发生过其他的事情 何以见得 我是这么想的啊 朱镇荣酒店的高级职员呢 一般身后都会有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 那就意味着常年庞大的酒店需求 今天呢 把这个高级职员送进派出所 那就意味着将他们拒之门外了 酒店如今是买方市场 如果只是行李箱锁控这种小事 酒店应该不至于翻脸 报警抓人的 我只是合理地退想 看来这另有胡杀 这是什么呀 这是 这是什么呀 这是 这什么呀 这是 倩倩 回去安心工作 客人已经跟警察去派出所了 酒店不会放过他的 谢谢朱经理 你们也是 以后工作中能好好保护好自己 遇到任何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 及时跟我回报 我不会只说空话的 好 周一 我要亲自抽查客房卫生 交接班的时候传打下去 拿什么 还不赶紧忙去 拜拜 再见 再见 下次见啊 再见 再见 下次见 下次见啊 再见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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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这节课按王老师的标准给你 多三百 签字 谢谢杨老师 谢我干吗呀 我得谢你 现在这年轻人真是没有奇悦精神 像你这么靠谱的 没几个了 现在教育培训这行儿竞争压力大 王老师这种资历的老师 大家肯定都抢着要 那也得有个先为后道吧 那下周的课您打算怎么办 我正愁呢 你周围要是有那种 专业院校毕业的舞蹈老师 像王老师那样的 你给我推荐推荐 一定要有靠谱的 好不好 杨老师 要不以后王老师的课 都由我来带 你 你 人呢 我问你 人呢 警察带走了 朱哲 你简直就是 你说怎么就话赶话赶到这个地步了呢 我还特意请了我们科学家晓琳 就给客人开锁 全都是高科技开锁 那个护目镜 口罩 手套啥啥的 客人当时挺满意的 你就是故意的 你翅膀硬了是不是 我告诉你 加班申请没了 别 老大 那你说 不 我要是不把证据交给警察处理 得出一个最公正 最权威的警察结果 人家客人根本不认呀 那客人也是江湖人 我不拿出来点 法律认定的实锤 他会一直闹下去 而且会烦咬一口 老他盛名啊 你耍跟我嬉皮笑脸呢 我跟你说你完了 你等着老总怎么收拾你吧 老总最害怕的就是得罪客 你先别骂我了 我建议你现在赶紧去派出所 跟客人签订一个合约 趁实锤在手 你保证咱们酒店封口 绝不向客人公司 透露他的丑恶行径 你让他保证 他们公司以后的客员 会议等等 全都交给我们酒店集团 他还能不答应 朱镇 你等着吧 你等着 今天过得好充实啊 来 来 不快 你先坐 从今天开始呢 我要授予珍珍女士 狭胆英雄的荣誉勋章 朱姐呢 临危不惧 反败为胜 现在成为我的偶像 谢谢 一个偶像 一个英雄 都住在我隔壁 太神奇了 这么高兴啊 你起来吃点 好多好吃的 咖啡你别懂 我可是咖啡精 可是我不想吃点糕 我就想喝一口咖啡 走 走 走 珍珍 你没有听说我吃热量高 会让人脑子变笨吗 你堂堂科学家 不能这么害人吧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 我都会吃个面呀 咖啡的十大功效之一呢 是调节脂肪代谢 我们先吃点热量高的 然后再喝点酱濃酿的 你服不服 我服 我服 不过呢 我说起来 也是一个性子直爽的人 早上朱姐一问 我就憋不住 把某些人在朋友圈 一轮摊的话拿给她看了 不知道等朱姐下班回来之后啊 听见某些人左一句 偶像 右一句偶像的叫她 反差如此之大 会做何感情 你背后捅我刀子 我可没有背后捅你刀子 我这个呢 叫做心直口快而已 我可从来不背后损缘 这才是食官人品的 大是大非和米红 谁认识你我的手心 待人皆无论计不论心 论心事上无完人 我只是记录下谁干损想 并无恶意 不想被别人乱解读 哥哥 珍珍 你这样对美人 会不会有点太粗暴 同性相侄 尤其对长得美的人 更是不能忍 就说大实话了 珍珍 怪不得你对她百般如人了 太大气了 能不能让我安静地 吃块东西呢 行 正好呢 我也该去收拾收拾了 我有个校友聚会在浦东 我们就打扮了啊 怎么跟我被迫相亲 一个话疯啊 阿世民笑声 说不定你还真的去什么 校友聚会上调劲为序呢 我这慢一排 却有狂热的表达欲 总是一肚子想法多到报表 真是八卦 人之大欲言 尤其是吴克勃不八卦 我知道这样不好啊 可是我也忍不住 现在还不知道朱姐西 你该怎么气我呢 我也爱八卦 我微信上呀 关注了很多八卦大好 都是那些八卦可不破鬼 你看看 我看看这 科学家喜欢什么八卦呀 主要用科学家 怎么样 没吧 没 可美航 我看在你说假话的分上 绝对 三天之内不再针对你 你这是失手 不 我是居高临下的报告你 你顺便也替我相一个呗 省得我家太后天天给我安排 青年彩虹让我去接他们的鸡 你还需要相亲啊 我那前男友 还是大学里边穷开心两年的 毕业之后呢 租房子 才在房东那里吃了两次骨头 就掉过头去追一个白富美 累白富美 各方面条件跟你比起来可差远了 你们都是名校毕业事 你们都这么说 那让我怎么活呀 那你看朱姐吧 她现在在一家大酒店当经理 那还跟我们一起拼租呢 上海居大不易呀 我有房 不大 不到六十平 该换了新酒店工作以后呢 来回上下班单程掉一个半小时 害得我严重的睡眠不足 新银行把房子租出去了 过来给你们当名字 朱姐 你不怎么在背后说人子老被人抓 今天谢谢你们两个啊 因为我耽误了你们俩的午饭 来 请你垫一垫 一会儿我给你们俩煮牛肉酱 谢谢你们俩帮了我一个大忙 行 那你们吃 我去探探校的聚会了 琪琪啊 你跟我们说说 那个客人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什么事 我也听完了再做 谢谢 谢谢 好了 Lucy 把银行卡号发给我 干吗 为了隐藏身份 置办型都花了不少钱吧 你工资肯定不够啊 瞧不上谁呢 我也是有积蓄的人 别到我面前撑架了好吗 你已经帮我够多了 到了 好的 拜拜 拜拜 客人怀恨在心 拿着浇水 把自己行李箱的锁头给浇死了 还无限是小姑娘干的 她这不是贼喊捉贼吗 这个客人看上去不像是没智商的 怎么手段这么简单直白呢 珍珍你问得好 那个客人能这么嚣张这么放肆 就是因为酒店一向稀释宁认的处理方式 还有 性骚扰这种事情本来就比较敏感 调查取证也不方便 很多人都不会选择司法介入 全靠受害者自己 所以就紧 再加上 这个客人服务的公司是我们酒店的大客户 每年会带来庞大的消费 狗障人事 对 狗障人事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她以为我们酒店这次 还会像以前一样处理 让她掉以轻心了 犯下了两个错误 第一 浇水瓶这种作案工具 她竟然没有妥善处理好 只放到了床垫子底下 被我们找到了 第二 我呢 挂着一脸胆小怕事 无言逼惜 何敏红 你这马子小能手能不能别插嘴了呀 就你能耐是吧 杭到底是写文章的 我奴言蔽息地 去跟客人谈稀释宁人 那个客人呢 一看到我的状态 就更加放肆更大胆了 对着摄像头 竟然肆无忌惮地 要了五万块钱的补偿费 这就成了她致命的罪证 等我找到浇水 稍一试探 我看到她惊慌失措的脸 我就知道 那锁头肯定是她自己浇上去的 震震 你真是推理一流 这个客人在交死自己锁头之前 真的发生了大事 祝姐 你处理了客人 会不会得罪客人背后的大客户呀 这也是真正替你担心的 震震 你思路清爽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拿我自己的职业生涯 去博荡 我有办法留住这个大客户 还有啊 这件事情咱们自己听听就算了 别往外说 要让我们酒店的人知道 我这屁股还没坐热的 敬礼宝座就玩完了 何敏红 听见没 别去那树洞吐槽啊 我还有一个疑问 这个客人心骚扰不说 还是在大开口地要赔偿 如果她真的能够得逞的话 那那个服务员小姑娘 得扣一个月的工资吧 这客人心里应该很清楚 她心思得多黑啊 她清楚得很 一定会扣 我从业这十六年见过的 跟亲身经历过的性骚扰 流血流泪的事件很多 我记得我第一次 接触性骚扰是 酒吧服务员的一个小姑娘 她被喝酒的客人性骚扰以后 挣扎着逃开了 去找领导哭诉求助 但领导却说 又没有发生实质性的伤害 你大惊小怪什么 回去 巧妙应对 小姑娘难过 偷偷打电话给男朋友报员 男朋友找了几个朋友 把那个客人给打了 那个时候招工农业 第二天 小姑娘就被开除了 不过说实话 现在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性骚扰的法律 不是很完善 就比如说今天这件事吧 我不能就性骚扰 跟她要个说法 我只能从敲诈如说 如果这客人 只是因为敲诈勒索而受到惩罚 那这性骚扰还是做了也白做 那她以后依然会做 白做谁不做呀 我工作这十六年呢 见过的跟亲身经历过的 性骚扰事件 不嫁于 这个数 你已经工作十六年了 洁琪你已经工作十六年了 对 我这么大年纪 还跟你们混在一起 你有些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你看上去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已经工作十六年了 朱姐 我诚恳地向你道歉 我之前不应该在微信上那么毒舌 没事 我没怪你 是这样 我初中毕业以后我就读了职高 我们的职高呢 就是开学跟你讲几点规矩 然后就开始所有的实习 实习呢 就是学校包几个大巴车 把我们这些学生送到三星级宾馆 去当服务员 每个月公吃公住 还给几块钱的生活费 第二年呢 就可以去四星级宾馆实习了 所以我真正工作时间 从那个时候算起 还能这样啊 是啊 我们那儿的女生呢 确实还是挺需要这样的职高的 毕竟实在 而且保证就业 一个女孩子出去大城市打工 也不用担心会受骗上当什么的 不过现在国家管的严 也不敢这么做了 我们那儿的人还觉得挺遗憾的 我冒昧地问一个问题 你工作的这个酒店 像经历级别的人 英语口语是基本的要求吧 还有像房间布置审美什么的 这些你都是自学的嘛 你也太牛了 其实我挺幸运的 因为我历年实习的三千级宾馆 就在上海 上海让我开阔了眼界和心胸 上海机会多 各方面人才也多 只要你肯吃苦肯学 一个时高升 也可以混到大酒店的房屋部 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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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么说 我可淡不起 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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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珍 我要做牛肉酱了 你不是要投食吗 跟我一起 我也要去 慢点 嗯 珍珍 你给我拿个插线板吧 好啊 好啊 小心 那我去拿个调料 行吧 过过来 过来 过来 姐姐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 去我那儿就行了 而且我那儿的油烟机 气力大着呢 你相信我吧 这地儿不错 这个窗户一开风扇一吹 一会儿就散完了这边 珍珍 你这不锈干锅不错呀 是吧 来 吃一个吧 好香啊 我这儿楼到底闻到香味了 来 煮点水 你在偷吃什么 放什么穴 那是谁 这酱干豆豉啊 用这个油炒过了以后更香 要不然总结味道哪里不对劲啊 单薄 我喜欢吃那种大粒的 有嚼头的牛肉 所以要炸得干一点 哎 侯侯 你去隔壁问一下 Lucy要不要来 大家一起吃热呢 她 可能应该还没回来吧 侯侯你去看一下吧 姐姐一片好心 嗯 好吧 大叔 太美颜了嘛 Lucy 你在家吗